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陶洋 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西梅今年年头已经开始吹吹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问题 他们举个例子就是埃塞俄比亚 因为埃塞俄比亚打内战打了一年有多 打一年有多 他就说中国发展经济的模式 会有很多隐忧 因为埃塞俄比亚之前不是说得很厉害 就是说东非的中国 那时候有些说法就是 但是现在就拉拉了一些东西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埃塞俄比亚 不同派系的最大公约数就没有了 现在西方的媒体不断说 中国曾经做了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奇迹 这个经济增长奇迹在 埃塞俄比亚都做了一点点出来 但是好像无以为计 现在人们是这样说的 之前有一件事叫做华盛顿共识 什么叫做华盛顿共识呢? 就是好像俄罗斯最初 苏联解体之后 他们就搞了一些叫休克疗法 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股份 就派了给那些人 派了给那些人 分开给那些人 其实每人都有的 它是分开给那些人 然后那些人为了 我买一支福特加尼银就卖了股份 那些股份就占价给那些人收集了 那些人就变成了很有钱 就在俄罗斯那里 所以之后会怎样呢? 我就可以说一点点 其实俄罗斯变了很多寡头垄断 就是做了休克疗法之后 那些寡头垄断的人 有很多本身就是 就是苏共的干部 他们当然应该是 有些贪腐的东西在后面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贪腐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钱 去帮别人买其他股票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真的不妙了 现在东非小中国 这个埃塞和兵 他们当然有点问题 因为那个社会稳定性就出现了问题 还有有些东西 就是很容易被西方拿出来说的 现在已经是 就是说 有些东西侵犯人权 就是你那个国家权力 就是有个局限性 就是你那个 根本性的问题 其实你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当然 就是 有些人就说这个 中国那种发展模式 就太过依赖国家的权力 就是社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国家都会出手去做的 就是 举个例子 就是他们举了个例子 就是2008年的时候 就是金融危机 其实当时国家就出了手的嘛 就顶住了经济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有10年的高速发展 那同一个时间 在外国呢 其实10年呢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他派了出来给你 然后全部呢 就变成私有的 但是 其实他这样派一些 就是国有企业的股份 出来派了给所有人 有些人呢 其实那时候呢 在俄罗斯呢 是饭都没得开的 饭都没得开的 那时候你如果 有些记忆的话呢 80年代 你在电视看到 有关苏联的新闻呢 全部都是说他们要排队买东西的 而且一条龙族很长的 每天都拍得到的 所以很麻烦 那春朗 不知道他说什么联想 跟联想是没有关系的 你的联想 就是联想错了 我只能够说 那么 就是 埃塞俄比亚 就是现在就 被人拿来做例子 就是说 你中国模式去其他地方是不行的 那 那当然 就是他们这样说 就是说 中国模式不行 那美国的模式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 华盛顿共识 就越来越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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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华盛顿共识那样 如果你一用那个休克疗法 长远来说 就可以很可靠地提高 人均收入的 那实际上行不行呢 其实就不是很行的 那 那朱铭鑫鑫 就连政治制度都不一样 那 埃塞俄比亚 西方政治制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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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son Cito就说当年叫俄罗斯 其实他们派了股份给人之后 第一件事发生的就是 有很多人把手头的股份卖了去换酒饮 换伏特加饮 汪奴就说 尼比欣知道中了美国的伏 所以把烂摊子交给普京 坦白说美国佬当然是 他借了这一件事去打残了俄罗斯几十年 可以说是 就算没有几十年也二十几年 严格来说 这件事就是 我的看法 过去二十年 如果看回比较一下 其实中国模式就很有效 西方那套模式就没有效 如果你看看过去二十年 中国的经济稳步上扬 西方就危机铝爆 爆完又爆爆完又再爆 其实现在都没解决的 你没错那些数据很英俊 美国的数据 现在的经济数据看起来很英俊 但是他们想上班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看到就是 有很多人提早退休不做了 所以很麻烦 看到这里 埃塞俄比亚内战 如果看回这件事 就好像中央政府赢了 很迟 但是 其实还没完 埃塞俄比亚的前景 都很难乐观 赵迎新说 今年中国2021年 GDP超越114万亿 同比增长8.1% 社长怎么看 我一直都说中国好 很正常的 我根本就不 你说 只要稳定能够维持得到 这个经济增长 就会继续向上走 而这个速度 是必然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什么都可以牺牲 就是不能牺牲稳定的 事实上 没有其他东西需要 只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从来都是求稳定的 稳定就能发展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 内需现在增强了一点 但是 现在有些人说 那8.1% 当然有些人说 那8.1%是信不过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是的 我是相信的 就算是假也好 8.2% 打个 腰斩也有4.2% 4.2% 对很多不同国家来说 都算是不错的成绩 是不是 那也是 这个中国模式是很成功的 好了 潘潘多谢你的支持 好了 Patrick Locke 不知道为什么要说 这些东西 私人企业放无薪假 新高垃圾蛇王公 没有 这两年很多部门 再加 没有东西做白支人工 应该放无声 不是的 这些应该不是的 在家工作 不是没有工作的 在家工作 有很多工作 是很忙的 我自己在家工作两年 是很忙的 是啊 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这样骂我 我觉得不是很公道 汪劳就说 中国制度行不行 我只可以说 美国只会出力打压 有真实力威胁到 美国的国家和公司 越被打压 代表越劲 我都觉得是 其实那套东西是很好的 这个也是必然的 一定会打压的 所以 也不需要太担心 反正它已经预了 我觉得 是啊 而且我长期都是觉得 中国的经济一定是好的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内地其实一定会比香港好 还要是 未来这几年一定会 有人有空间 有个经济体 又在运作中 没有什么 就是在争拗上 没有什么 政治争拗没有什么 最多就是 对外就有争拗 反而就是 因为 始终都是 大家都知道 现在西方社会 都是围在一起的 看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有个引态战略 放在这里 反而是 这些外围的因素 是对中国构成压力 某个程度上 但是那个压力 以目前来看 也都未是很阻止得到 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个都算不幸中之大幸 我认为 节目时间是这样 拜拜